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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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這裡是BEN&DRY咖啡館 請問你要什麼 你好 我想要定位 請問是什麼時候 幾位 今天晚上兩位 今天晚上客滿囉 我替休業長 行不行 可以可以可以 請問你怎麼稱呼你 我姓Ben 你姓Ben 那你… Ben先生嗎 通常人家都會問我說 喔 所以Ben先生兩位 今天晚上 宵夜場幾點 所以你在電話中定位 大家都是叫你先生聚多 因為呢 我的聲音其實還蠻… 還蠻低沉的 不是出 是低沉 所以呢 我通常打電話定位的時候 百分之九吧 九十 都會叫我先生 除非我今天講話特別的溫柔 就是 我要定位兩位 喔 了解 所以你喜歡或是習以為常 人家要叫你Ben先生了嗎 沒有耶 有時候打電話定位 我就想說算了 因為我太常了 我的聲音跟我的名字 許秉化 對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會 就是直接就判斷我為先生 那你呢 我通常都是… 他們都會說田小姐 田小姐 對 他們還是會稱我小姐 因為你在電話聲音裡面的… 就是比較女性一點 所以人家就會比較判斷出來 你是小姐 但是當面又不一樣囉 我們今天要錄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錄的是 T對於稱呼… 先生或小姐 你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今天電話裡面 因為你的聲音 所以人家會判斷為你是小姐 可是你的意思是說 你當面去現場定位的時候 人家就會叫你先生 大概百分之八十 八十啊 對 會叫我先生 叫我小姐 反而會覺得說 因為你比較高 體型比較像男生 可能剛認識 或是比較不熟的朋友 到後面就會說 我算是女生中 真的比較不好 第一眼認出來說 你是不是女生 真的嗎 就是會覺得說 是男生吧 可是聽聲音又會覺得 你或是女生吧 所以他們很難第一時間判斷 那如果店員的話 當然不可能 那麼多時間在想說 他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第一眼去認定就說 那我還是叫你什麼 稱呼給你為先生 那你會糾正他們嗎 還是你就會去接受他們 叫你的稱呼 我都接受 先生跟小姐我都接受 你就說 然後我就進去了這樣子 對 也不要為男人家 我跟你相反 在電話裡面 百分之九十都會 叫我先生 可是我到了現場之後 比較多人會認得出來 我是女生 所以就會說小姐 譬如說我定位的時候 他說你是許 因為我電話的時候 他是作為先生 然後現場他會有點 confused 對他會說 許 小姐嗎 我就說 對 因為其實不會想要去解釋 許願 Make a wish 所以你會糾正他 你希望他稱呼你為小姐 我有時候會看情況 因為 因為比如說我不想解釋的時候 我就說 嗯 然後如果說 我要看心情 我就會說 我是小姐喔 但是如果說 今天是要去 報名參加 比如說像課程啊 或者是什麼東西的話 我就會去跟他說 我是小姐 對他就會說 不好意思小姐 對 那你呢 你會特別去跟他糾正 我覺得還好 其實他很多 就像之前講的那個 比如說連鎖的 飲料店 或是什麼咖啡店 那請問怎麼稱呼您 然後他就會寫說 寫姓氏 我說甜 然後寫甜 然後寫說 然後看到他下一個要寫什麼 他就 S 那我問你 那我問你 反過來我問你 如果今天假設你是 你現在摸了我 好舒服 怎麼樣 反過來怎麼樣 你好煩 今天你的肉還滿軟 反過來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服務員 對那如果說你遇到了你的來電 剛好是一個T 不是電話喔 是親訪的時候 那你會去叫他 童先生還是童小姐嗎 我個人 因為我自己也是 也是那個 很中性 所以我覺得我不會怕尷尬 如果我覺得你是T 我就會直接說小姐 去代班 幫人家代班的時候啊 就是會有碰到T 因為我自己是T嘛 所以我會反思就是 對方會希望我叫他先生還是小姐 不過講的真的 以前就是比較鐵T的時候 鐵T的時候 我不喜歡人家叫我小姐 我覺得人家叫我先生的時候 我心裡面還有一陣小爽 對他就覺得 喔先生 嗯嗯嗯 帥吧 不是帥的問題就是 他當年他說 喔你是許先生 許先生 然後我就嗯嗯 然後這時候就 然後 欸不由自主裝man欸 就嗯嗯嗯 我其實真的很少遇到 第一時間就會跟我說 小姐你東西好了 不可能戴口罩 就如果只露眼睛的話 嗯嗯嗯 喔那個比較不好辨認啊 可是還 我就是 我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戴口罩又戴帽子 然後只有眼睛的時候 我還被稱為小姐 我就覺得說 就是這個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 婆婆蠻 那你還說你自己是娘T 你其實是希望人家叫你先生吧 沒有我都可以 因為其實因為 我的聲音是一定會被叫女生 一定會被叫小姐 但是見面的話 他就看他怎麼判斷 啊我都可以接受 可是我覺得要看你跟誰一起 如果你去吃飯 或是你幹嘛 你跟你的家人一起的話 他們說 欸那個 對對對對對 這個就有差了 如果他叫我先生的話 我心裡面還有一陣子 呃 怎麼叫我先生 對啊你小聲一點 我就會說 我是小姐 連忙趕快 撇親 因為親戚在旁邊 趕快證明一下 再證明 對 怕尷尬 一個人就沒關係 對啊 那如果說你是個女朋友咧 女朋友 你都是沒差的啊 對啊我都沒差 對啊因為你沒有經歷過鐵梯的時期 對我就一直燒得比較爛 我一直燒 好了我覺得總結 不論是你在電話中 或是在當面的時候 稱呼為先生或小姐 我覺得就以平常心去看待 對啊就是不管你姓什麼 你呢 你喜歡人家叫你 稱呼你為先生 還是小姐 當人家稱呼你為先生 或小姐的時候 你會 糾正他嗎 或者是去解釋說 喔我不我不 我不是 或是 那你不是你什麼都不是 那你不是你什麼都不是 好啦 有什麼問題可以分享給我們 就請留言 然後我們會再整理 然後再做回覆 OK 掰掰 掰掰 因為你沒有經歷過鐵梯的時期 對我就一直燒得比較爛 少爛